全新冠状病毒疫情威胁 中央研究院院士吴仲义以生态演化观点 谈COVID-192019冠状病毒疾病带给公卫医疗的启示 吴仲义在讲座一开始就提出 冠状病毒在近20年以来造成了第三次威胁 从严重急性呼吸到症候群SARS 中东呼吸症候群冠状病毒感染症MERS到COVID-19 吴仲义预估未来大约平均期 八年就会有一次大规模全新的冠状病毒疫情 这个问题不能忽视 他说即使人类非常幸运 COVID-19疫情不东山再起 但未来仍会有类似威胁 以后冠状病毒会非常麻烦 恐怕会是人类健康最大威胁之一 吴仲义表示 传染病与人类文明演进密不可分 他引用枪炮、病菌与钢铁 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所提 人类彼此掠夺是群体免疫高的人群 靠着传染病的征服时 如西班牙征服位于现墨西哥的阿兹特克 埃斯特克帝国靠的是天花 美国引进非洲黑奴种棉花 是因为美国南方瘧疾等 如今病毒拥有史无前例的演化优势 吴仲义解释在大型哺乳动物里 人类有个特点 因为农业发展 人类生存环境密度非常高 高密度人群无疑是传染病温床 以同样高密度生态环境的蝙蝠为例 它们就是病毒温床 再加上人类交通方便 人群移动频繁 皆是有利病毒的条件 面对与病毒之间史无前例的竞争 在COVID-19疫情趋缓之际 回顾防疫措施 检讨及精进将成未来人类与传染病决战关键 吴仲义说 逆来顺受 单靠群体免疫 与病毒共存 向与病毒签订不平等条约 代价太高 所需时间长 估算人类与属于70年对抗才达到平衡 吴仲义表示 透过约束社会行为 如封城 社交距离 确诊及接触者隔离措施 阶段传播链 确实是粗糙却有用的方法 但最大缺点是大部分地区做不到 以COVID-19疫情为例 若全球各国2020年初愿意长痛不如短痛 若是约束社会行为 疫情可在当年夏季结束 根本不会一拖就是三年 吴仲义提及 很多人认为COVID-19疫苗问世出现转机 我对这个说法持保留态度 最初期待这支疫苗像天花疫苗一样 一劳永逸 但如今看来 即使每年接种两、三剂感染人数也只下降五成 除了免疫复杂性 社会、经济及政治等因素都影响疫苗 这是COVID-19疫情教会人们的课题 吴仲义说 重视轻症感染者早期治疗 清除病毒是未来可考虑策略 初期轻症感染者病毒集中尚呼吸道 大规模居家使用喷笔剂等 抑制症状 阻绝病毒飞沫传播 面对期 八年后可能出现与现在完全不一样的冠状病毒 标靶不应设定于病毒 而是防止宿主细胞参与病毒复制 健康生活编辑部